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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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冷先生这个信不多见 是 那个百年先生头一篇有他 赵钱孙冷 这个您查过没查过 冷字出于哪里啊 这我还真没有考证过 没查过 今天来不能让您白来 因为待会儿我要跟您请教茶叶的问题 所以您这个姓氏的问题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 谢谢 那么冷字出于哪呢 冷字出于冰箱 这个好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 搞茶叶茶道的呢 还是女的比男的多一些 果不其然今天 王琼老师往上一站 我就觉得在这方面 非常的有建树 您从哪一年开始研究 茶叶和茶道的 从九十年开始学习 一直到现在 研究这么多年了 学习 冷先生研究多少年了 我系统是从零三年开始的 好 零三年装的系统 还是不可以讲 在您二位上场之前呢 我们有几个孩子 表演了一个上古的时候 神农市长百草 吃出茶叶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他们可能演的不是特别明白 您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茶的历史 好 其实刚才 这几位朋友演的已经很好了 很精彩 演的的确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认为 茶呢 起源于上古时期 最早呢 就是您刚才 那位朋友演的神农市 他最早发现的茶 就别那位朋友了 那是我儿子那 我才知道 我是神农市的爸爸 您这级别太高了 对了 神爸 那中国呢 有一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 凡是和农业植物业相关的事情 一般往前追溯 追溯到神农市这儿就必须截止了 就到您儿子这儿就截止了 没我的事儿喝着 一般都认为是由他来发明的 茶也不例外 那么关于神农市发现茶呢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传说 除了刚才咱们演到的呢 还有像比如说 神农市在茶树下煮水 因为过去的野生茶树 都是桥木的很高大 不是像现在这种灌木形的 那么在茶树下煮水呢 那么茶树的叶子飘落在锅中 诶 煮开以后一喝 觉得不错 发现了茶 还有的说呢 说神农市的肚子呢 是个水晶肚 能够看见里面 吃了茶叶进去之后 在肚中游走 诶 把这个身体当中 污秽的东西都清洗干净 神农于是发现这也不错 当然最普遍的就是 刚才您儿子演的这段 叫神农长白草 日遇七十二毒 得徒而解之 说它一天之内呢 遇到七十二种有毒的毒草 可是呢 就碰到一种这个草 把它吃下去之后 把这所有的毒素都解掉了 就是咱们的茶 比如说 哭 谢谢观看